现在进入秋冬服饰的出货旺季 成一大厂巨洋7月份的营收比上个月增加了一成 巨洋表示7月份到10月份进入了冬装生产高峰 预估出货开始放量 再加上平均单价比春夏的服饰提高 下半年产品的平均出货价格估计增加两个百分点 也带动全年获利成长上看25%